今天我们开始讲我们的戒子园山水 戒子园这本书我想不用多给大家介绍 因为大家在各种各种各样的书上 还有视频上都有了介绍 戒子园这是一本合集里面的单册 这一本主要是讲的山水 我们拿到一本书 其实我们要先看它的目录 目录你看李立翁李渔 他写的旭一 然后何庸旭二 然后这上面就开始讲了 化学浅说色色 这一块是我们之前我讲过很多遍的 这一块等于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先不拆开 先不跟大家一一去讲 那我们从这个树谱这 大家很多朋友是从起手 从这个树谱这开始讲起 那大家呢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书 翻到三十九页树谱 三十九页树谱 那树谱的第一页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三十九页俩字 树谱是吧 树谱是什么 中国以前做什么事情都有谱的 有谱在列 家谱是吧 你画什么东西都得照着谱子来 那就是制定的规范 那同样 古人为了方便初学者来学习山水 他做了一本这个戒子园 那戒子园同时在里面他有一个树谱 那就是画树的规范 画树的规范 那我们呢下边就来就来学习一下这个画树的规范 我们呢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通读一下这一块 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然后同样我们找到一些特例 然后来给大家去讲 大家看 骑手 讲的是什么呢 画树 骑手 四骑法 那不是四肢 骑 一会儿讲为什么会叫骑 为什么叫四骑 我们先通读一下 画山水 必先画树 树必先干 干力加点 则成茂林 增枝 则为枯树 下手树笔最难 勿审阴阳向背 左右固盼 当争当让 或凡处增凡 或简而易简 故古人作画 千言万贺不难 一挥而就 读 看家本领 树 大费精盈 若作文章 者 先例兼价 兼价极力 润色何难 当熟四骑 后观诸法 四骑者 即画家所谓 十分三面 数分四只也 然 不约面 而约其者 已见此法 参悟变幻 直若路之分其 熟之 则四骑之中 面面有眼 四骑之外 头头是道 千头万须 皆有此出 那好 我们把这一段给它念出来 念出来之后 我们给它分着来解释一下 首先 画山水 必先画树 那就告诉我们了 大家要学习山水画的时候 一定要先学什么呢 要先学画树 为什么要先学画树呢 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树必先画干 那你要先画树 那就肯定要先画树干 那树呢 我们分很多 有树干 有树叶 是吧 有树烧 有树枝 有树根 这么多东西 那我们要先画什么呢 要先画树干 主干 要把干画出来 那画猪 画完了这个树干之后 再画什么呢 干力加点 则成茂林 那这个干呢 你把它呀 加上点 就成了这个茂密的树林 茂密的树林 然后增枝 则为枯树 如果你在干上 多加一些枝 刚才是加点 我们现在不加点了 我们加枝 那就成了什么了 则为枯树 就像枯树一样 下边说 下手树底最难 刚开始下手的时候 是最难的 为什么会难呢 因为你胸中不知道 怎么去画 胸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 这个时候 就告诉你了 那最难 那怎么办呢 勿审阴阳向背 一定要看清楚 务必看清楚 阴阳向背 左右顾盼 阴阳 我们小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我们 一棵树 我们用树 能分别 一棵树 我们能分辨 它的东南西北 能起到指方向的作用 靠南边的部分 也就是受光的部分 朝着太阳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讲的阳面 它就比较茂盛 那靠北面 不受阳光照射的地方 那它就比较稀疏 那同样 它就叫阴面 是吧 这叫阴阳向背 然后左右顾盼 何为左右顾盼 就是我们讲 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那同样 我们画树枝的时候 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也是相互 有着自己的关系 而且不可能说 你左边都长 右边不长 也不可能说 你右边都长 左边不长 所以这种 左右之间的平衡 左右之间的 这种穿插关系 然后左右之间的 这个相互联系 古人统称为 把它称为 左右顾盼 顾盼是什么 人讲眉目之间 顾盼相生 是吧 讲这个相互影响